行政院發生要來殺出這個五月館 刺激過來的經濟 不過在民眾黨團今天是開起家會 這期這個進行館發紅的目的 在民進黨這邊 為何有立委來反對 還有民黨立委是來批評 說所政充公五月館 定義是現金 所以是提出要求政府官的薪水 也要領五月館 行政院幾月要殺五月館 刺激過來的經濟 不過民眾黨團在吹雜開起家會 這期政院管理的法國沒到 因為限制大就要繼續紓困 但經濟拜託後破壞現金 臨時共要殺五月館 現在真的已經兩個月以來 已經真的沉不下去 民眾黨立委說五百塊就是新片增古酒 已經有過三百元之亂 接種黨以往堅持立法 沒有開始檢討法官的效果 只要來增加行政成本 理事長已經募集上應用的 大數產業中內宿散熱 無法救急 甚至認定各界人員反對 真的不要再拿一千元 讓民眾從荷包裡面 拿一千元來兌換振興券 這個部分真的是不宜 另外 人家立委批評 行政議長所親稱說 五百元頂端是現金 要求政府官的薪水揚壓五百元 對自民進黨黨團作出回應 振興券的目的 就是希望透過短期內的消費 讓台灣的經濟能夠有刺激的效果 至於官員也好 工人也好 他的薪水就是薪水 跟振興是無關 共調頂端是要在第二代的積極消費 中在亞黨的這種問題不必太過認真 記者綜合部讀